大家好,我是新月 今天用面粉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吃的小零食 首先在大碗里准备300克的低筋面粉 加入一勺食盐增加面粉的筋性 加入两克小苏打,可以使面粉蓬松绢软 先用筷子混合均匀 在中间的位置打上一颗半鸡蛋 加上四颗酵母粉 先把鸡蛋搅和均匀 搅和均匀和面粉混合均匀 129克纯牛奶到了面粉里面 边倒边搅拌,先把面粉搅拌成絮状 像这样就可以了,把筷子扔掉 再喷点82年的食用油 用清洗干净的左手下手揉出面团 揉至3-5分钟 揉出一个没有干面粉的粗糙面团 然后加入20克白面糖 再次下手揉匀,把白糖揉进去 揉出一个光滑的面团像这样就可以了 盖上盖子,饧面15分钟 15分钟以后打开盖子 想办法把面团取出来 放在案板上揉面排气2-3分钟 把面团里面的空气彻底排干净 把面团内部的组织给它揉得细腻一点 案板上撒点干面粉 把揉好的面团放在案板上 用擀面杖擀成一张大饼 最后揉成一个厚度6毫米的面片像这样就可以了 在表皮撒上一层黑芝麻 再用擀面杖擀一下,把芝麻擀瓷室 均匀地擀在面片里面 这样可以防止在烙制的时候脱落 准备一个杯子盖或者是瓶子盖 把盖子放在面皮上 用尽全力压下去旋软几圈 像这样一个小饼就做好了 我们依次把剩下的全部做完 用这种方法做出来的小饼大小均匀 好看又简单 像这样一个生坯就做好了 全部做完以后把边角料收起来 把面片放在案板上 把剩下的全部做完 剩下的边角料继续搂出面团 再用擀面杖擀成大饼 用盖子压成小饼重复一场操作就可以了 店面称提前预热 把做好的生坯直接放进去 小饼之间要留出相应的空气 方便启发 不用饧面盖上盖子烙制2分钟 2分钟以后打开盖子 小饼已经个个鼓起变大了 直接开店饼厂的上下盖再烙制2分钟 全程烙制5分钟左右 我们打开盖子来看一下 现在的小饼已经烙到两面金黄了 我们用铲子按压一下 可以看到快速弹起就是熟透了 想办法出锅 摆入盘中 来看一下我们做的牛奶小饼非常的成功 按压下去可以快速回弹 启发的非常好 吃下去有了浓浓的奶香味还有蛋香味 里面加入了少许白糖 吃上去微甜特别好吃 无水无油的小饼孩子也是特别的喜欢吃 如果你也喜欢 那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无论是在家里吃还是在门口吃都是非常的好吃 点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家常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哦 辛苦一下 我是新月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